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老师 诸位长辈 诸位学长 大家上午好 大家请坐 今天学生非常荣幸 来到澳大利亚图文巴静宗学院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群书制药 本来这次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参学 并没有打算给大家分享 但是我们学院的法师 非常的慈悲 希望给学生一个向大家请义的机会 所以学生就不揣浅漏 把自己学习群书制药的一些心得 分享汇报给大家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 是如何成为卓越领导 群书制药里的领导智慧 在2013年的3月1日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 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 这样强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古人所说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报复 未卑未敢忘忧国 苟立国家生死矣 起因祸福必屈之的报国情怀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献生精神等 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那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呀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古人有这样的政治报复 报国情怀 浩然正气 现身精神 而我们现在的领导者 却没有这些精神了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 我们所读的书不同 那么古人呢 从小熟读的是四书五经 所以从大学开篇呢 就告诉我们 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还要讲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呢 很少提到国家 一开口都是天下 胸怀天下呀 这个胸怀多么广阔 所以我们学习群书之药啊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契入呢 必须得有像唐太宗那样 胸怀天下 平治天下的胸怀的人 才能够契入 所以学习圣贤文化 不是啊 被一些名言典章 而是确实呢 能够体会 古人的心境 契入啊 古人的境界 那么在论语上啊 也说 事不可以不弘异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死而后矣 不亦远乎 这个事啊 就是指读书人 指知识分子 他呢 不能够不志向广大 而且呢 还有有毅力 有恒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责任 非常的重大 他的路途啊 也非常的遥远 他以弘扬人道为己任 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很重大吗 这个责任呢 一直到死啊 才结束 那么这个路途啊 也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你看 古人从小呢 读的经典里边啊 都是这样的教会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政治抱负 报国情怀 浩然正气 现身精神 就不足以为奇了 那么在这个讲话中啊 习总书记函 特别强调 说各种文史知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领导干部也要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呢 目的是啊 以学意志 以学修身 也就是说 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 可以提升我们的道德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 精深 典籍浩如烟海 从哪里入手 才是一个捷径呢 在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呢 派魏征 楚亮 萧德延 于世南 等等的大臣 把唐朝以前的 精识子之中 修身齐家 治国平偏下的精髓 全都概括出来 这一部书呢 奠定了唐朝 贞观之治的 思想理论基础 后来这本书呢 传到了日本 也成为日本 创造两代盛世的基础 所以这一个书里面 所记载的 治国理念啊 是可以普遍适用的 从这一本书入手 可以说是费力少 而得益多 学习传统文化呢 就要从学习群书制药 入手 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而言 日理万机 时间非常有限 那么读这一本书呢 是恰到好处 作为一个领导者啊 都希望自己 走到哪里啊 都受人拥护 受人爱戴 说话的时候 一呼百应 那么怎么样做 才能达到这一点呢 像这一次 我们来到了 京宗学院啊 非常的感触 因为像老教授啊 每一次 这个车辆 驶进学院的时候 这两边的学员啊 来自全世界各地 都是功利 夹道 欢迎 老教授一出现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 来鞠躬 顶礼 那我们看到 这个现象之后啊 就要问 是什么原因 让老教授 如此地受人尊敬 受人爱戴呢 特别是这个不由自主啊 更体现出呢 老教授 不同一般的德行 那么这个原因呢 这个古人呢 告诉我们了 第一个问题啊 就讲一讲 领导者成败的关键 在哪里 在大学上啊 一句话告诉我们 说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这个德行 是根本 这个财富 包括你的名声 地位等等 都是枝叶花果 我们学植物的人都知道 这个植物的枝叶花果 能够延伸到哪里 它下边的根 就自然延伸到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 枝叶花果很茂盛啊 就知道它的根深 才能够叶茂 而古人呢 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财富 名声 地位的根本 在于一个人 身后的德行 所以古人说 后德 宰物 这个物啊 就是外在的财物 身份 地位 名声等等 靠什么来承载呢 靠一个人 身后的德行 所以弟子规上也说啊 是福人 心不然 礼福人 方无言 为什么古人特别尊重 尊重知识分子呢 因为知识分子啊 他读圣贤书 读书的好处 就是在于明理 礼德 心安 他不会像一般的社会上的人啊 去积极的望求 还要去和别人竞争 争得头破血流啊 自己身心疲惫 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礼德啊 心才能够安 才能活得坦荡荡 那么在中庸上啊 也有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 孔老夫子称赞顺王的时候 提出来的 他说大德 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他说的很肯定 说真正有德行的人 他一定是福禄寿明 都是齐全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不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 什么原因呢 原因啊 就是德未修 敢未治 自己的德行修养不够深厚 所以不能够感动人家 在中元节啊 香港举办了大型的祭祖法会 这个主办方啊 是香港佛陀教育学会 当时学生啊 也是有机会啊 去分享祭祖的意义 那么上午分享完之后啊 走下台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时啊 自己修养的功夫不够 觉得你看 自己的讲座还是满受欢迎的 自己还是满受尊重的 你看这个我呢 没有放下 结果啊 第二天啊 老教授来讲话了 结果老教授一走进厂里的时候 这些听众呢 都不由自主的起立 鞠躬 那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恩呢 让我们一看呢 就知道差在哪里了 所以呢 古人说啊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么一个人有多少分量 有多深厚的德行啊 大家其实看得一清二楚 那么这个孔老夫子称赞的顺帝 他有什么样的德行呢 顺被称为二十四孝之首 他的后母 他的弟弟 是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顺并没有怀恨在心 想着去打击报复 总是反省自己德行不够 虽然得了天子之位 还经常到原野上去哭泣 为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为人子啊 孝道没有尽圆满 为人兄啊 剃道也没有尽圆满 就是这样的德行呢 最后使大顺 终于感化了他的后母 感化了他的弟弟 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 那这位朋友我们请问一下 在我们的周围 有没有像大顺的后母那样 想三番五次的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呢 我们仔细想一下 我们比他幸运的多了 我们旁边啊 都是同参道友 都是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他能够感动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德 未修 感 未知 所以中国古人讲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并不是说有的时候 我做错事了 我要反省自己 而在其他的时候啊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那都是他德行不够 传统化没有学好 学了这么多年呢 还是习气很重 那我们这个态度呢 就完全错了 所以呢 四书上啊 告诉我们德行是根本 财富 身份 地位名声啊 都是枝叶花果 所以我们看古人呢 读了圣贤书啊 有很多特别精辟的论述 甚至他看一个人 现在的所作所为 他就可以推断出 他以后的结果如何 比如说在《群书之药》上书上啊 就有这样一句话 内作色荒 外作琴荒 甘酒试阴 俊雨雕墙 有依于子 未获浮王 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 对外喜欢打猎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到处去游玩 没有节制 喜欢饮酒 沉溺于迷迷之音 住的房屋又高又大 甚至墙上还雕刻着花纹 以上这几种情况 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了 那就没有不灭亡的 在《群书之药》的注解之中啊 来加了一句话 更何况 现在很多人 这几种情况 全都做到了呢 那还有不灭亡的道理吗 所以你看古人 他能够推断出一个人的未来 并不是说我们讲的有神通 他呢 只是熟读圣贤书 明白这些道理而已 那么在《群书之药》 吕氏春秋上呢 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 说在楚国啊 有一个人特别善于给人看相 看了很多人 相面呢 相得很准 没有说错过 楚庄王啊 觉得奇怪 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结果这个人说啊 他说我并不是能给人相面 我只不过是能够观察 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 如果我所观察的人 是一个不依百姓 他所结交的朋友 在家孝敬父母 出门尊敬长辈 而且呢 非常的有德行 做事很谨慎 畏惧法令 这样的人 他的家庭啊 会一天比一天更兴盛 自己的身心 一天比一天的更安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吉祥的人 如果我们看的这个人呢 是侍奉君主的大臣 他所结交的朋友 都是啊 讲诚信 有德行 有德行 善良的人 那么这样的臣子啊 他侍奉君主 会一天比一天 侍奉得好 他的官职 会一天比一天的提升 这就是所谓的 吉祥的臣子 如果我所观察的 这个人呢 是一个君主 他的朝廷里 臣子啊 都是贤德之人 左右啊 都是忠诚之士 君主一有过失 他们都敢 泛言直见 这样的人 这样的君主啊 他的国家会 一天比一天的安定 君主的地位 一天一天的 受人尊宠 天下人呢 一天比一天的 更加心悦诚服 这就是所谓的 吉祥的君主 所以啊 我并不是能给人看相 只不过是能观察 这个人 所结交的朋友而已 那么这个话呢 就告诉我们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一个领导者 他身边任用的是哪些人 他愿意和哪些人交朋友 换言之 什么样的人来到他的身边 做他的属下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领导者本身 是否有深厚的德行 那么在没有学习 传统化之前啊 我自己呢 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遇到事情啊 就会怨天尤人 比如说呢 我结交的一些朋友呢 虽然有的很有钱 但是他对我啊 就非常的吝啬 当时我就不明白 怎么回事啊 就想说这个人这么有钱 为什么这么小气呀 其实不知道啊 是因为自己很小气 所以才感召了别人呢 对自己很小气 很吝啬 自己做事的时候呢 经常啊 会给人设置障碍 比如说啊 我们当老师的 经常会出去讲课 但是有的时候呢 邀请方啊 因为这个时间排不过来 别的老师突然有事了 就打电话来问 说刘老师啊 这个课能不能改在哪一天啊 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 说你看 我特意把这一天 给你留出来了 把别的事都给推掉了 结果呢 你要给我换课 所以即使啊 别的时间有空 也说啊 对不起 没有时间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我们发现呢 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啊 也经常遇到障碍 这件事明明按着规定 就应该给你办 但是你去了之后 人家就是不给你办 让你三番五次的去跑 那么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 如果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知道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你就会心生烦恼 甚至心生怨恨 那么当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 我们才知道 原来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你看那个喜欢赌博的人 他接交的很多朋友 都和他一样 喜欢赌博 喜欢唱卡拉OK的人 他接交的朋友 很多都是喜欢卡拉OK 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啊 我们就开始从自己身上改起 对别人很大方 对别人的付出 不讲条件 无私无求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回报的啊 也非常的明显 那些以前对我很吝啬的朋友 突然对我很慷慨了 现在去做事的时候呢 本来都按规定 不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顺理成章的 能够做得很顺利 那么这些转变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用佛教的话来说啊 就是啊 一报随着正报转 那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你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心平气和 不会去怨天尤人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告诉我们 领导者啊 成败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德行 能否感召好的臣子 好的属下 也是取决于自己 有没有德行 那么习总书记呢 特别强调啊 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在一次讲话中呢 他也这样提到 说现在的社会 诱惑太多 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 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 要做到君子之交 淡如水 官商交往 要有道 相敬如宾 而不要勾肩搭配 不分彼此 要画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那么看到这一句话呢 也让我们想起了 在汉书上记载 汉武帝的时候啊 他向群臣呢 纳贱 说怎么样啊 才能使 官吏啊 受人爱戴 国家呢 能够治理的太平 社会安定 结果呢 董仲书呢 就给他上书 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上书啊 写得非常好 他开头呢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古代的国土 也是今日的国土 同是一片国土 而古代能使国家大治 上下和睦 不令而行 不尽而止 官吏没有奸诈邪恶 灵语空虚 监狱里啊 都没有犯人 恩德润及草木 福泽广背四海 以谷观金 为什么相差的这么远呢 是什么地方出现错乱 以至于道德风气 衰败成这样呢 你看这个问题啊 提得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目前 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啊 董仲书接着啊 就自己给出了答案 想来 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 比之古时有所差失 或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呢 上天对待万物 也是有所分配的 给予很锋利的牙齿的 就触掉去掉其底角 让其长着翅膀的 就是使他只长着两只脚 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 就不能再获得小的好处 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 不宜体力劳动谋生 不得从事商贸事业 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 就不得再谋求小利 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 又要谋取小利 连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 而何况人呢 富有的人奢侈美满 贫穷的人艰难愁苦 而居其上者不欲救助 那么人民就不乐意生存下去 人们不乐意生存下去 连死都不躲避 又怎能去避免犯罪呢 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 但奸邪却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呢 所以享受俸禄之家 以俸禄为生就行了 不能与人民征战产业 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 而人民也可以加挤人族 这是上天的公礼 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 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 大夫也应该遵循他 并成为自己的行为 古代的贤人君子 身居爵位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下面的人尊敬他们的品行 而听从他们的教导 人民被他们的连结所感化 而不贪婪彼漏 由此看来 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 怎能以居贤人之位 身居爵位 却像平民那样所作所为呢 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力 并经常担心采用匮乏的 那是平民的意识 惶惶不安地求取人意 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 那是士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呢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职责 就是怎么样治国平天下 而想治国平天下 必须从修身做起 正己化人 把百姓教导好 所以你如果选择了做领导 干部这一个职位 那就不要再想着去发财 而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 升官发财 怎么会没有危险呢 所以义经上说 负且承 扣扣扣 什么意思呢 承车是君子的位分 就是有位子的人呢 才会承车 但是啊 背负兼挑是平民百姓的事情 这个话呢 就是说啊 身处君子之位 身处领导的位置 但是又去干平民之事 像平民百姓那样追求财富 必然会招致祸患临头 那我们看到呢 中国啊 在加强反腐败的工作 很多的领导干部呢 都是因为和官商啊 勾结 不知道自己领导的本分在哪里 最后而铃铛入狱 得不偿失 所以你看呢 学习群书之药 学习圣贤教诲 确实可以啊 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习总书记在没有任总书记之前啊 在一次讲话中就强调 说公务员领导干部 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这句话说得好啊 为什么他这么肯定的说 领导者不应该从事商业 不应该去发财呢 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经典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么在这几次的国际谈话之中 我们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认可 理解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那么有这样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啊 出现在世界上 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福分 而且也是世界的福分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领导者的成败在于德行 那么很多人说 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德行呢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讲一讲 领导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 我们从三个方面啊 来分享 第一就是修身 第二就是爱民 第三用人 首先我们看修身 修身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从哪里做起呢 大学上啊 告诉我们 格物 智之 诚意 正心 最后啊 才到了修身 所以修身呢 就是从格除 物欲 来做起 格物啊 就是把你的 对财色名利的贪着 给格除掉 你在财色名利的诱惑 面前 读完之后啊 总结了一句话 这句话记载在真观正要上 他说 他说为主贪 避丧其国 为臣贪 避亡其身 总结历史的规律啊 这个君主很贪心 最后啊 丧失了自己的国家 当臣子的很贪心 最后啊 身败名裂 所以他说呢 一个人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 去寻思务必 就如同是拿着珍珠蛋 射鸟雀 什么是珍珠蛋 射鸟雀呢 这个珍珠的子弹啊 非常的昂贵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啊 没有人造的珍珠 珍珠都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价值连成 但是这个人却觉得 这没有什么 拿着它去干嘛呢 去射麻雀 分不清哪一个重 哪一个轻 那么我们看在历史上啊 有一个人物啊 特别值得引起人的注意和学习 那就是啊 曾文正公 曾国藩 曾国藩呢 他在位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在省里 为自己建作过一所房屋 买过田地 他还曾经亲自对军中的辽署宣誓 说 不取军中一钱 寄回家中 就是公家的一文钱 他都不会挪作私用 那我们很多的领导干部啊 看到了这一句话 都是啊 半信 半信 半疑 他真的做到了 不取公家的一文钱 挪作私用了吗 但是他们并没有读过曾国藩家书 没有学过曾国藩的传记 就先入为主的怀疑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啊 也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 看到别人做好事 总是心存疑虑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孤名掉欲啊 看到别人做坏事 就信以为真 那么请问 信任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呢 信任危机的根源 就是在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出这样无私无求 奉献大众的事 怎么可能相信别人做得出来呢 我自己都做不到不取公家的一文钱 挪作私用 怎么可能相信曾国藩他能够做到呢 那么曾国藩呢 和我们不同之处 不是因为他智商很高 其实他的智商啊 可能还没有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个典故啊 足以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啊 小的时候很爱读书 一天呢 读到很晚了 家里来了一个小偷 趴在房顶上 就想趁他读书累了 去休息的时候 再去入室行窃 但是曾国藩再背一段书 结果呢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就是背不下来 结果久久啊 也没有去入睡 结果啊 这个小偷等得不耐烦了 怎么样呢 他就从房上跳了下来 把他刚才所背的那一段书 从头到尾的给他背诵了一遍 然后就扬长而去 那么从这个典故上告诉我们啊 曾国藩小的时候 智商不是很高 记忆力啊 不是很好 但是为什么他一生有那么大的成就 能够做到四省的总督 相当于我们现在四个省的省长呢 原因呢 就是他得益于恭敬 勤奋 节俭这几个字 他和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同之处啊 就是他从小熟读圣贤书 而且对圣贤教会深信不疑 所以他做到不娶君忠 一前寄回家中啊 也就毫不奇怪了 比如说在大学上啊 就有这样一句话 现在我们讲因果教育啊 其实它并不是佛教道教的专利 在四书之中也有很多的经文 都是和因果有关 比如说在大学上就说 或备而入者 以备而出 告诉你这个财货啊 是以不好的 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 那会怎么样呢 那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 败散掉 这是必然的规律 那么古人呢 也知道后人读了这句话呀 可能也会半信半疑 还怀着侥幸心理 真的会这样吗 所以古人用心良苦 把那个不好的 败散钱财的方式 给我们总结出来 概括为五个方面 说这个财富啊 并不是赚到你手 贪到你手 就是你的了 它实际上为五家所共有 首先就是官府 比如说我们这个钱 是贪污受贿 违法乱纪 以权谋私赚来的 最后东窗事发 自己锒铛入狱 所有的不义之财 被没收 被充公 竹篮打水 一场空啊 第二呢 就是水灾 第三呢 就是火灾 这些自然灾害啊 也并不是完全自然的 他也专会把那个不义之财 给焚烧掉 给嫖夺走 所以很多的检察官呢 他非常的感慨 说现在的腐败分子 确实是绝顶聪明 藏钱的方法 可谓五花八门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有的啊 被小偷给偷出来了 有的被水给冲出来了 还有的呢 就一把火啊 给烧掉了 第四 就是盗贼 古人说啊 盗意有盗 这个盗贼 也必须讲盗义啊 而他的盗义之一呢 就是专门 劫富 济贫 像在庄子上呢 就讲到 有一个大盗啊 叫植 这个盗贼啊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盗 也必须讲 仁义 理智性 所谓的人 就是我们讲的 他专门呢 去偷盗 敲诈 勒索 为富不仁的人 那把这个为富不仁的人的钱呢 得来之后啊 还散给那些贫穷的需要救济的人 这也是一种人的表现 他能够判断出什么时候啊 去偷盗才不会被发现 什么时候啊 最安全 这也是质的一种体现 去偷盗的时候 他一定是冲锋在前 到出来的时候啊 他一定是在最后断后 这也是一种勇的表现 在分配赃物的时候呢 他要按照每一个人的承担风险付出的工作 加以分配 这也是义的表现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即使你想做一个大道 都要讲仁义理智信 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老师的队伍之中啊 有很多人以前呢 都是做黑社会的老大的 我们和他们接触之后啊 才发现 他成为黑社会老大 那也不是偶然的 特别的讲道义 特别的讲歌门义气 那么这样 告诉我们 你想做一个大道 都必须讲仁义理智信 更何况是做领导干部呢 那么最后一个呢 拜散钱财的方式 就是不孝子孙 不贤德的 拜家子 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给拜散掉 现在很多人呢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看到很多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 赚了很多钱啊 都把儿女送到国外去求学 把钱都存到美国去了 一脸的羡慕 其实啊 再深入追究一下 这些孩子拿着父母给的钱 真的去用功读书了吗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呢 就看到很多富贵家的子弟啊 根本就没有拿着父母给注册学费的钱 去注册交学费 拿着父母给的钱去干什么了呢 去了casino 就是赌博的场所 中国的留学生啊 特别的多 去那里一掷千金啊 哗啦哗啦的 又把父母给赚得的钱呢 败散出去了 所以你学了传统文化呀 你在去观察事物的时候啊 你得出的结论呢 就不一样了 这些人不仅不值得羡慕啊 你知道有一天呢 他哭的日子啊 就来到了 那么现在我们社会流行着 很多名词 比如说 啃老族 月光女神 这个名字很好听 什么叫月光女神呢 就是啊 每一个月啊 把自己的薪水都花得光光的 还没有到月底呢 自己的薪水呢 都已经花完了 自己不去工作呀 在家里靠父母 吃父母 还认为理所应当 没有任何的感恩心 啃老族 那么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呢 我们再观察一下呢 很可能和他父辈祖辈的钱啊 来的不是很正当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呢 古人这不过是啊 抛砖 引导我们学会去观察 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啊 不好的 败散钱财的方式 又多了一种 比较明显的 那就是啊 医院 你看很多领导干部呢 贪了很多的钱 但是啊 得了一身的病 还叫富贵病 到了医院呢 让你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再给你开一些 很昂贵的医药 所以呢 这个不易之财啊 也从医生那里 给拜散掉了 那么为什么古人 没有把这个医生 给总结进来呢 因为在古代社会啊 最尊重 最受人尊重的两种人 一种人 就是啊 医生 另一种人 就是啊 老师 那为什么这两种人 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呢 因为这两种人 对社会的付出 是无私无求 不讲条件的 这个医生啊 他不是问 你们家有没有钱啊 这个医药费 能不能付得起啊 才给你看病 他呢 还在睡觉呢 结果外边有人来敲门 说哪里有一个病人 他二话不说呀 带着医药箱 就去给人家看病 如果这个病人啊 家境很贫穷 他自己啊 掏腰包 给他买医药 老师也是如此 他看这个学生 很好学 很恭敬 他呢 家里很穷 上不起学 这个老师啊 就免收他的学费 甚至还贴补 他的家庭需要 所以这两种人 因为对社会的付出 不讲条件 所以他们也受到 社会大众的尊敬 所以也不存在啊 要到医生那里 败散钱财的现象 那么这些呢 都是告诉我们 或备而入者 亦备而出 它是一个规律 所以不要看一个人 花天酒地的 挥霍着贪污受贿的钱财 就对他很羡慕 你应该知道啊 他离遭殃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那么在道家的劝善书 《太上感应篇》中啊 也这样说到 取非义之财者 譬如漏斧救鸡 振酒止渴 非不赞保 死亦及之 取不义之财的人 就如同是 吃了那个有毒的肉 喝了那个有毒的酒 想止吸自己的饥渴 结果怎么样呢 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给自己招致了 杀身之祸 这句话说的很好 比喻的很形象 《太上感应篇》啊 被誉为 历代状元宰相 必读之书 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你啊 读了《太上感应篇》 就能成为状元宰相 而是你要做好 当好这个状元宰相 必须读《太上感应篇》 如果不读的话呢 就难免会走上其路 在09年的时候啊 延安干部学院 秋季开学典礼上 当时的组织部部长 李元朝就这样告诫 说贪官敛财 从来都祸及子孙 连官清白 多数能 因则厚待 这呢 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史的人 得出的必然结论 一部二十四史 其实就是一部 既善之家 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的历史 那么现在啊 也有一些人 非常的用心 为腐败分子算了一笔账 确实觉得很不划算 第一呢 是政治账 自毁虔诚 二是经济账 倾家荡产 三是名誉账 身败名裂 四是家庭账 妻离子散 五是亲情账 众叛亲离 六是自由账 身陷淋雨 被关进监狱 失去了自由 七是健康账 身心交瘁 你看那个贪污受贿的人呢 只要外边的警笛一响 就战战兢兢 不知道是不是来抓自己的 身心都不安 第八是历史账 怎么样啊 遗臭恩年 在若干年之后啊 人们说到这个腐败分子 仍然是恨得咬牙切齿啊 所以你看呢 人生要懂得核算 不要做那些啊 不核算的买卖 那么现在很多人呢 特别喜欢学易经 为什么喜欢学易经啊 没有在根本上去学习 都是在枝叶上做文章 请一个人来给我算一挂 看我这一个合作伙伴 可不可以合作 看看我这个生意啊 发展前途如何 那么这些呢 都是织末 易经上的两句话 只要你掌握了 你也可以像古人那样啊 推断一个人的前程 第一句话呢 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那么前一段时间啊 中央文明办呢 就要求全国各地的文明单位 都要办道德讲堂 宣讲伦理道德的教育 而这个道德讲堂呢 有一句口号 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恶之家必有余秧 要把这个道理啊 给大家讲清楚 大家才不敢去作恶 另一句话呢 和这句话也相似 那就是善不羁 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现在很多人看到一个 国家级的领导干部 突然 铛铛入狱了 大家都会议论纷纷 猜测原因 莫中一世 是什么原因呀 是什么原因呀 其实真正的原因 在哪里呀 古人早都给我们 记在经典之中了 那不就是恶不羁 不足以灭身 所导致的吗 恶贯满盈 自作自受的结果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那么借贪呢 除了贪财之外 当然贪财呢 我们也有正面的 不贪财的例子 比如说在群书之药上啊 记载着汉代的杨振呢 不受四支财的故事 这个杨家的唐号 叫四支唐 为什么取名叫四支唐呢 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啊 这个杨振去赋任 东来太守的路上 就路过了昌义县 这个昌义县的县令王密啊 是他举荐出来的 王密听说自己的恩人要路过 于是啊 趁着夜色 带了十金黄金 要送给杨振 杨振呢 叹了一口气 他说哎 我了解你 知道你有德行 有学问 把你举荐出来 但是可惜的是啊 你却不了解我 这个王密就说啊 这一件事 没有人知道 你就放心的接受了吧 杨振怎么回答呢 杨振说啊 这一件事 有天之 有神之 有你之 有我之 这叫四支才 怎么能说 没有人知道呢 所以他就拒不接受 这四支才 因为他一生 为官清廉 从来不寻思务必 所以啊 家境啊 非常的贫寒 到他年老的时候啊 有同事就劝他 说你不为自己打算 也就罢了 难道你不为你的子孙 后代着想 给他们留一点财富吗 结果杨振怎么回答呢 杨振说啊 他说我留给我的后代子孙 最好的财富 那就是他们是一个连结官员的后代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果不其然呢 杨振过世之后 他的儿子 孙子 曾孙 都受他连结作风的影响 围观啊 都很清廉 出了很多的人才 历史上记载他们啊 四氏三公 就是他们杨家连续四氏 都有人坐到三公的位置 这个三公啊 就是皇帝的老师 那我们都知道 要给皇帝做老师 得请全国最有德行 最有学问的人来担当 而他们杨家呢 连续四氏 都有人坐到三公的位置 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啊 宜金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赚了很多钱 自己还舍不得用 想留给子孙后代 为他们的事业啊 做一个基础 可是古人告诉我们呢 如果你的儿孙 有德行 有学问 他会用自己的德能 创造财富 你留钱给他 有什么必要吗 如果恰恰相反 他又没有德行 又没有学问 你留钱给他 他也会迟早把这个财富 败散掉 所以无论子孙有没有德行 有没有能力 把钱留给他 对他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我们知道呢 从前的华侨啊 他都有传统文化的熏陶 所以自己家境很节俭 对儿女要求很严格 把大量的钱呢 财富啊 都节省下来 回馈祖国 给啊 国家建医院 建学校 兴办慈善事业 正是这种德行啊 可以避孕子孙呢 代代相传 所以这叫一金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一书与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你看我们学了群书制药 读了圣贤书 哎 那是非常的感叹 这古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啊 但是可惜的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福分 接触到这么好的圣贤教诲 受西方的科学 思想啊 影响很深 对圣贤教诲 不屑一顾 所以这个圣贤书 摆在那里 也没有人用心去深入 那怎么办呢 还不是没有办法 不如基因得与冥冥之中 以为子孙 长久之计 像范仲淹 像林泽徐 像杨振 他们呢 留的是家风 留的是德行 而没有给子孙呢 留财富 但是这个德行呢 才是真正 必应子孙的 所以呀 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 这个钱送给你 你都不敢要了 贪财问题解决了 很多领导干部呢 想的比较开了 说你看我即使是 家资万贯 富有四海 也不过是日食三餐 夜眠六尺而已呀 请问我们有再多的钱 我们买了一个海边别墅 买了一个花园别墅 请问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别墅吗 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钱 我们一天能吃几顿饭啊 一日三餐而已呀 所以很多领导干部也想明白了 说没有必要为这个身外之物 挺而走险 所以不贪财了 不贪财 就开始贪财 古人说财字头上一把刀 这一把刀绝对不是形容 告诉我们呢 这一把刀可以把你所有的功名利禄 全都削得平平的 让你一一无所有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 做官的人 对这个字更是小心谨慎 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们都知道在唐朝啊 有一代宰相 叫狄人杰 他在年轻的时候啊 长得玉树林峰 一表人才 英俊潇洒 就是让女孩子一看 都会倾倒的那一种 这一年呢 狄人杰啊 去进京赶考 留宿在一家旅店 这个旅店的女主人呢 丈夫啊 刚刚去世 白天看到狄人杰 玉树林峰 一表人才 不免就动了爱慕之心 结果到晚上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狄人杰啊 还在用功读书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狄人杰啊 打开门一看 看到了一个打扮的 非常妩媚的 盛装的女子 而且这个女子啊 很坦率 直接就说明了来意 狄人杰心里一动 但是很快啊 就镇静了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 曾经遇到一位老人家 给他看过像 告诉他啊 一生主贵 说你以后啊 一定是可以做到达官贵人的 但是也提醒他 说你千万千万要小心 不可以败坏在女色的手上 因为这个色字头上 一把刀 会把你所有的功名利路 削得平平的 让你一无所有 敌人杰啊 敌人杰啊 也很坦率 他说啊 一个人年纪轻轻 又遇到女子主动的来投怀送抱 让我不动心 确实有点难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我面对女色 而不心动的吗 老人家呢 就教给了他一个办法 那我们今天啊 把这个办法也教给大家 他说一个人面对女色而心动的时候啊 不过是被表面所迷惑 为什么呢 因为人好看呢 不过是好看在外边的一张皮而已 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在这个皮的底下 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哎 就是血啊 还有屎啊 尿啊 等等 非常肮脏的东西 所以古人把人体啊 称作是臭皮囊 就比如有一个人送了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是一个皮囊 外边叼着花绣着朵 装饰得很精致 让你一看呢 就爱不释手 但是你把这个皮囊接过来啊 把这个风口一打开 一看 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 哦 原来里边装的是血啊 肉啊 屎啊 尿啊 等等 非常肮脏的东西 请问 你还愿意把它抱在怀里吗 所以人体不过是一个臭皮囊 而以 没有丝毫 可取之处啊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敌人节想起了老人家的教诲 于是啊 他就把这个办法 交给了这个女子 他说你这样来观察我 你就觉得我啊 也没有可爱之处了 正是因为敌人节 他能忍人之所 不能忍 所以才能成 成人之所 不能成 他去进京赶考啊 一举成名 后来成为一代贤相 名垂青史 所以你看一个人 有那么高的位置啊 也绝对不是偶然的 那也是因为他有相应的德行 和他匹配 那么这个不静观啊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有没有作用啊 就看我们是不是会去用 面对女色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去用 记得在唐山呢 我们进行传统文化的分享 结果有一位企业家呢 听了之后啊 他就用这种方法 去观察他的这个情人 发现呢 确实没有可取之处 后来呢 就和他的情人分手了 又回到了家庭 所以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就看我们世道临头的时候啊 能不能够想起来去用 在上书上也说 天道或淫最素 天道啊 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 中国古人说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这不是迷信 什么是天呢 天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看到春生 下涨 秋收 东藏 看到啊 水道 渠成 瓜熟 地落 这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 那么天道自然的规律 就是给那个过分的人 淫乱的人 带来灾祸 是最迅速最迅速的了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高官落马 再去调查一下呢 背后基本上都有女色的原因 第三呢 就是贪明 很多的知识分子啊 把财看淡了 对色呀 也没有什么兴趣 就是喜欢出明 在了凡四讯上呢 告诉我们 说 事之想圣明 而实不负者 多有其祸 看到这句话呢 我也是啊 冷汗直流 因为前一段呢 在国内啊 去分享传统文化 学习心得 走到哪里 全都是鲜花掌声 不免有点飘飘然 所以后来呢 这些传统文化的论坛呢 自己不敢去参加了 为什么不敢参加呀 因为自己啊 经受不了境界的考验 那么在世间相有很盛大的名声 或者说是富如节之 家喻富小的人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却名不富实 德不配位 也就是说 他的德行和他的位置 享受名声 不相匹配 那将怎么样呢 多有其祸 多有一想不到的 突如其来的灾祸 那我们看这个世间呀 名声最大的 是哪些人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去问这些年轻人 说今年我们凭了多少位感动中国的人物 还有道德模范 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他们有什么感人的事迹 我们可以学习啊 保证是一问三不知 但是你去问他 说甄嬛传的主角是谁呀 他有什么成名座呀 甚至他的星座是什么 他都对打如流 所以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世间享有很盛大名声的 富如皆知的人 就是歌星 影星 但是遗憾的是啊 这些歌星影星 很多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知道用自己好的名声 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 像大学上说啊 一言以兴邦 一言以丧邦 在古代呢 这个主要是对国家领导人来说的 国家领导人 他说一句正确的话 对百姓做出一个正确的引导 让国家呢 就兴盛起来了 结果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断 说了一句错误的话 整个国家呢 就会衰落 那么在现代社会啊 媒体非常的发达 电视 网络 广播 渗透到千家万户 成为人们生活啊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那么在这个时代啊 除了领导者的话 那就是歌星 影星的话 最有影响力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遗憾的是我们的电影 电视剧 如果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 没有一个情人小蜜 再来一段床上戏 这个电影电视剧 都演不下去了 换一句话说 这些歌星影星 没有用自己好的名声啊 宣扬孝替忠信 礼义廉耻的道理 反而是引起人们的 杀 盗 淫 淫 旺 的念头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我们看新闻呢 突然看到 有一个歌星 自杀 身亡 有一个影星 得了绝症 还有一个影星 出了车祸 还有呢 怎么样啊 家庭出了各种各样的纠纷 这都是突如其来的灾祸呀 当然我们讲这些啊 并不是幸灾乐祸 我们也是希望呢 越来越多的歌星影星 能够学习传统文化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的引导 那么我们看到啊 中国啊 在国家主席 习主席的领导下 越来越朝着 学习 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子 在走 那么前不久呢 国家 广电总局呢 就发了一个 文 文件 说啊 那些有吸毒 嫖娼 问题的影星 歌星 不让他们在演电视 电影 为什么呢 怕他们不好的形象啊 传染给更多的青少年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那么最后呢 就是贪力 古人说 见力思义 见得思义 看到利益获得到面前的时候 首先想到他 辅不符合 道义 如果不符合 道义啊 那是说什么 都不会去获取的 这个利啊 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 不仅仅是 金钱 凡是有利于自己的环境 条件 地位 那都是利 那么古人呢 确实能够做到 见力 思义 那么古人把财色 名利呢 统统称为 身外之物 为什么把它称为 身外之物呢 这个话很有智慧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身体啊 我们想让他年年十八 青春永住 健康长寿 请问我们能控制得了吗 我们一天一天的衰老 还会得这样或者那样的病 我们想自己啊 聪明智慧 记忆力很好 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请问我们能控制得了吗 还是那么愚钝 别人告诉我们一件事 转头就忘 我们连自己的身体 都控制不了 无能为力 请问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呢 而对于那些不可控制的东西 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的 要去控制 要去获取 这不是和自己为难吗 所以人之所以啊 会做这些糊涂事 就是因为不明理 那么古人呢 也提醒我们 说 立名于仪式 师之 尽清客 很多的领导干部呢 从小学上到中学 上到大学 上到研究生 博士生 再走上工作岗位 这一路走来 付出了很多显为人知的努力 过关斩将啊 那确实很不容易 很辛苦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 把持不住自己 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 所有的努力 前功尽弃 付诸东流 那就是在清客之间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啊 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 应该是啊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当别人拿着财色名利 来诱惑你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很得意 你看我是领导 我很有名 别人都来讨好我 其实别人拿着诱惑 我们站在悬崖面前 他希望你能跳进这个悬崖 结果我们把持不好自己啊 把脚踏进了悬崖 还想后悔 后悔 后悔 那是到后面才悔 悔之晚已 所以古人说 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呢 是领导者修身的基础 就是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 不要去贪着 要能够如如不动 习总书记啊 在一次讲话中呢 也这样强调 说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 要守住底线 要像出家人天天念 阿弥陀佛一样 天天念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你手中的权力 来自人民 伸手必被捉 心中要有敬畏 知道什么是高压线 想都不要想 一触即跳 才能守得住底线 总书记这一段话呀 可谓语重心长 也是看到了当前领导干部的问题 所以给以尊尊劝戒 这个是我们讲的戒贪 修身的第二个方面啊 就是成分 所谓的成分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制怒 怒字这个字呢 上面是一个奴字 下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 什么叫怒啊 就是把自己的心 变成了奴隶 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了 所以才会发怒 当然这个怒啊 有发出来的怒气 还有没有发出来的怒气 我们言语上 态度上很缓和 但是心里已经不满意 不高兴了 这也是怒气 那怎么样来成分制怒呢 我们要转怒为数 你看啊 这个怒字啊 上面是右字边 它的棱棱角角是很分明的 我们把它变得圆滑一点 就变成了数 而数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如 下面是一个心 告诉我们要做到如其心 如谁的心呢 如对方的存心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我们就能够转怒为数了 所以孔老父子有弟子来请教 说有没有一个字 我可以终身奉行的呀 孔老父子说有啊 这个字就是数 那就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所说的 将家人先问己 己不欲 己素矣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时时处处 都把这句话落实在字的言行 举止待人接物之中 相信很多问题呀 就迎刃而解了 你的人际关系呢 也会很快的提升 我们不希望别人 以这样的方式态度来对待自己 那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方式 来对待别人 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反省 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圣人了 我是不是一个错误都不犯了 反省一下自己还有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缺点 自己都不是一个实权实美的人 怎么能够要求对方一个错误都不犯呢 而自己犯错误的时候 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呢 我们希望他了解我的生活环境 了解我的成长过程 能够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能够体谅宽容我们 那么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所以古人说量大福大 一个人为什么福报大呀 就是因为他心量大 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福报呢 因为我自己心量小 不能够容忍 特别是看别人做错误的时候啊 虽然表面上没有说出来 但是在内心已经不满意 不高兴了 在孔子嘉宇上呢 有这样一句话 说君子有三数 有君不能侍 有臣而求其使 非数也 有领导啊 你不能恭敬 不能侍奉 有属下 你希望他恭敬我 尽心尽力地为我做事 这就不是数道了 有亲福能孝 有子而求其报 非数也 有父母亲 不能够孝养恭敬 有儿女 希望他们能够孝敬自己 能够知恩报恩 这也就不是数道了 有胸福能敬 有弟而求其顺 有兄长不能恭敬 特别是我们现在人呢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呀 自己虽然是弟弟妹妹 但是自己有钱 有事 有学问 而哥哥姐姐呢 受教育比较少 甚至是农民 对他们说话呀 就不客气 不恭敬 那么你有弟弟妹妹呢 希望他能恭敬你 顺从你 这也不是数道了 那么有一个文章啊 写得很好 我也经常啊 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经常分享呢 也是经常提醒自己 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一个成熟的人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 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 带给别人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 把它交给别人掌管 比如 一位女士抱怨说 我活得很不快乐 因为先生常出差不在家 她把快乐的钥匙 放在了先生的手里 一位妈妈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叫我很生气 她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 婆婆说 我的媳妇不孝顺 我可真命苦啊 她把钥匙交在了媳妇的手中 我很难过 因为老板总找我查 她把快乐的钥匙 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年轻人从文具店里走出来说 那位老板服务态度恶劣 把我气炸了 她把钥匙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 就是让别人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 当我们允许别人掌控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对现况无能为力 抱怨与愤怒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开始怪罪他人 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我这样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一个成熟的人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 他的情绪稳定为自己负责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压力 这位朋友 请问你们的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 是在别人的手中吗 那就赶快去把它拿回来吧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好 他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当然呢 一个真正能握住自己快乐钥匙的人 那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 宠辱不惊 闲看平前 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这也是经过长期的修养才能够达到的功夫 所以八风吹不动啊 确实不容易做到 那么你心里的喜怒哀乐 刚刚提起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学佛的人呢 有办法 把它立刻转成阿弥陀佛 你看你心地就清静了 就平等了 这个呢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么修身的第三个方面啊 就是改过 在《群书之药》《玉子》上 有这样一句话 大忌之身之恶而不改也 以贼其身乃丧其躯 有行如此之为大忌也 说人生最大的忌讳啊 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身上的过恶 但是却不能更改 以至于贼害了自己的身心 乃至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有这样的行为 确实是人生的大忌呀 我们看呢 在明代啊 有一个读书人叫袁了凡 他呢写了四篇家讯 简称啊 了凡四讯 他呢 在遇到云古禅师之后啊 云古禅师告诉他改造命运的方法 首先呢 就让他反省自己 在心形上有哪些不足 在德行上有哪些不足 导致了他的仕途不顺利 结果他在反省的时候呢 就说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余福伯又不能积功累行 以积厚福 兼不耐反拒不能容忍 他说我啊 自己的福分很浅薄 又不能多做好事多基因德 让我啊 享受那个大的福分 有一个深厚的根基 加上我啊 对人没有耐心 比如说别人有求于他 他呢 就觉得很啰嗦 心量很狭小 不能够宽容别人的过失 别人做错了事啊 他在心里啊 反复的思来想去 这个怨恨之心呢 可能就升起来了 实惑以才智盖人 执心执行 清言妄谈 因为他自己很有才华 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 往往就掩盖了别人的才华 让人不得发挥 说话呢 不经大脑 想到哪里就说出来 也不知道说的话 是不是伤害了别人 轻易地评判 别人的过错 还轻易地评价 实证的得失 这个都属于清言妄谈 像弟子规上有一句话也说啊 扬人恶 即是恶 即之甚或且作 这个口啊 确实是祸福之根 说话不谨慎呢 往往呢 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传 结果别人呢 知道了 哦 他在背后讲我的坏话 对这个人非常的痛恨 也无形中给自己 买下了祸根 那我当时啊 学了了凡四讯 看了袁了凡先生的这几句反省 确实感觉到啊 每一句话都是说自己的 看自己啊 福分很浅薄 福分浅薄的表现呢 就是啊 心量很狭小 量大福大嘛 自己呢 看别人做事啊 都是很挑剔 别人已经很用心了 但是啊 我们说制作的不好 那不够圆满 如果换做我们自己去做呢 还不如人家做的好 还不能够激功累行 给你一个激功累得的机会呢 自己还不能够把握 不能多做好事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不耐烦 特别不习惯啊 别人来麻烦自己 耽误了自己啊 学习的时间 不能容忍 别人有一点小小的过失啊 自己就耿耿于怀 甚至彻夜不眠 自己呢 读书读得很多 结果怎么样呢 在开会的时候啊 发言的时候啊 自己都争着抢着的去表现 让人呢 没有表现的余地 执行执行 看到别人的过失啊 就直接批评他 指证他 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接受 是不是受到了伤害 轻言妄谈 这个过失呢 倒不是很严重 那么在大学四年呢 有一个同宿舍的同学啊 给了我一句评价 他说呢 从来没有在背后 听到过我 说别人的过失 他说这一点呢 他是感觉到非常的难能可贵 所以有人说 我在背后说人家的过失啊 那肯定不是真的 我在背后呢 就是赞叹别人的德行 绝对不谈别人的过失 那么这几个过失呢 一般人呢 都有 不仅仅是袁了凡先生啊 他比较明显 一般的读书人 知识分子 这些特点都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文章写得好 口才也不错 但是仕途却不顺利啊 就是因为啊 德行比较浅薄 所以不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受不到大众的拥护 像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学习成绩啊蛮好的 因为家庭条件呢 比较困难 所以必须啊 要得奖学金 那每一次呢 几乎都是一等奖学金 但是因为自己成绩好啊 无形之中 就滋长了慢心 走在路上啊 眼睛都是往天上看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自己成绩好 从来不需要有什么事 去求别人的 都是别人有什么事 来求自己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从来 不主动的 去留别人的联系方式 那么这个傲慢的态度 导致什么结果呢 就是每一次 凭三好学生的时候啊 要大家投票 虽然我的成绩很好 但是一投票啊 就投不上 当时我怎么想啊 当时我想啊 都是我成绩太好了 他们都嫉妒我 所以才不投我的票 不投就算了 我也不在意 反正我的成绩 就是比你们好 你看呢 自欺欺人 那么后来呢 到卢江啊 去学习 听蔡老师啊 讲弟子归 在讲课的过程中呢 他就引用了 论语上的一句话 他说 君子 敬而无师 与人 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四海之内 皆兄弟啊 我们不陌生 可是现在 我们能体会到 四海之内 皆兄弟的境界吗 当然我们来学院 学习啊 我们体会到了 四海之内 皆兄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 学习传统文化 受到啊 好的熏陶 所以无论是 哪一个地方来的人 学院呢 都给予 无微不至的照顾 看有的人呢 没有衣服 学院呢 就提供棉衣 有的人呢 缺少学习用品 就提供学习用品 还有啊 大量的 传统文化的书籍 全都免费赠送 所以照顾的啊 确实是像 兄弟姐妹一样 但是在社会上啊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没有四海之内 皆兄弟的境界了 走到哪里啊 和人相处不到一个星期 不到一个月 不是自己不喜欢对方了 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 什么原因呢 论语上告诉我们了 说四海之内 皆兄弟 那是一个结果 原因就是啊 君子敬而无师 与人 恭而 有礼 这个君子人 走到哪里呢 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 为人处事啊 处处为对方着想 没有什么过失 对每一个人都 彬彬有礼 能够想到 对方的需要 所以怎么样呢 他才有四海之内 接兄弟的感受啊 结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呢 在家都是小公主 小皇帝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父母家人都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 当诸多的小公主 小皇帝走到一起的时候 如果不出现矛盾冲突 那就不正常了 所以啊 我们学了弟子归之后啊 听了蔡老师的讲座 才突然明白了 自己多年以来 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呢 确实啊 是啊 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乎 学要在生活中去实习 去实践 这样呢 才能够有法习 才能够不断地验证 自己所学习的理论 在了凡四讯上也告诉我们呢 我们现在的人呢 一般的人是过恶未及 这句话形容得很好 说我们身上的过失啊 过恶呀 就像四维为身上的刺儿 那么样的多 但是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呢 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觉得自己很完美 没有什么过失 什么原因呀 那就是心粗而眼翼也 自己反省自己过失的心思 太粗疏 而眼睛啊 被蒙蔽了 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了 为什么会被蒙蔽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心 心不清静 为什么不清静呢 因为两个眼睛啊 都是在看别人的过失 所以有人说呢 在我们人生之路上啊 每个人都背着两个包袱 一个包袱上写着 自己的过失 另一个包袱上写着 他人的过失 但是我们在走人生之路的时候啊 往往把写着自己的过失 这个包袱啊 放在了背后 而把写着他人的过失 这个包袱放在了胸前 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一低头 很容易看到他人的过失 怎么看 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把这两个包袱呀 要掉一个个 这样的话呢 才能更多的看到自己的过失 在论语上有一句话呀 很有启发 那就是 见贤 撕其焉 见不贤 而内自 行也 看到贤德的人 不是嫉妒他 还想方设法的障碍他 看到贤德的人 想着向他学习 向他看齐 不要去和别人比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长的地方 也有自己所短的地方 那么人人呢 把自己的悠长发挥出来 人人都是第一 所以不要说别人第一了 我就被比下去了 有这个比较的心呢 就是分别心 你看你自己也不开心 嫉妒别人呢 是拿别人的成就来惩罚自己 看到不贤德的人 不是去嘲笑他 瞧不起他 轻视他 而是马上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过失 因为人看自己的过失 很不容易 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犯过失的时候 马上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过失呢 所以你看呢 这个论语上的境界啊 也和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是一样的 善才童子去参访善知识 看到善人就学他的善 看到恶人就避免他的恶 自己啊心地清静 不受污染 所以人呢 要善学 如果你善学啊 你这从早到晚 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是你可以学习的地方 都是你提升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过失 最明显的一个过失 就是傲慢奢侈 在《易经》上说啊 人道物盈而好迁 一般的人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厌恶过分浇满的人 喜欢那个谦虚有理的人 在《易经》上呢 古圣先贤 总结了天地变化的规律 提出啊 一阴一阳之为道 我们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化 有日就有夜 有寒就有暑 有春夏就有秋冬 有朝长就有朝落 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 都是一阴一虚 一消一掌 而我们把这个道理 来观察人世间的变化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比如说人心的一忧一喜 人世的一智一乱 也都体现了一阴一阳 之为道的规律 所以古人常用这个太极图啊 来表示天地变化的规律 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 半边是阳的 中间还有一个界限 如果过了这个界限 阴阳失去了平均 阴阳失去了平均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会引起变化 这就叫阴极则阳生 阳极则阴生 也就是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萧极必长 所以曾国藩先生呢 在他的家书中啊 这样写道 说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人败离不开一个义字 讨人厌离不开一个交字 一个家庭国家政党的破败 都是因为过分的奢侈 以至于入不敷出所导致的 所以一个家庭再有钱啊 也抵不住一个败家子给破败 因为他不仅要吃好的 穿名牌 还有很多不良嗜好 喜欢赌博 好色 结果一致千金 把这些啊 家资都给拜散掉了 一个人之所以由胜转衰 一个人以前都在走上坡路 突然转折了 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个转折点何在呢 什么时候你认为 自己的奋斗努力已经差不多了 我可该享受一下人生了 从此以后啊 过上了过分交易 不思进取的生活 玩物丧志 这个人的人生必败无疑 而一个人讨人厌 讨人不喜欢 就是因为过分的骄傲 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在《易经》上啊 一共有六十四卦 每一卦都有六窑 六窑的窑词有凶有吉 但是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 只有一卦是六窑皆吉的 这一卦就是牵卦 谦虚的牵 牵卦的卦象是地山牵 什么意思呢 这个高山啊 本来是在平地之上的 但是在牵卦之中 这个高山是宁愿居于平地之下 那么我们看呢 曾国藩他有权有势又才华横溢 但是呢 没有招人嫉妒障碍 他的仕途啊 还相对顺利 婉景还相对可以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明白 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 做到了推功于上 让利于下 把事情做好了 不拘公自傲 把这个功劳推给皇帝 推给领导 而把利益啊 分给属下 自己不能去贪战 这叫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个词啊 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是一个褒义词 是在观察天地之道的规律上啊 做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在上书上也说 满招损 千寿意 实乃天道 交满 给自己招来损失 一旦一个人交满了 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了 他就不会再有 好学的品质 他的人生也很难再进步了 而谦虚啊 让自己受益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 又说啊 为天 福善 祸淫 天道自然的规律 都是给善良的人 带来福分 而给过分的人 招致灾祸 这都是从一阴一阳 之为道的规律 推导出来的 那么在孝经上啊 还告诉了我们一句 领导者 长期保持富贵地位的方法 他说 在上不骄 高而不微 至节紧度 满而不易 虽然身处高位 但是没有骄慢的表现 这样你虽然身处高位 却也没有被颠覆的危险 至节紧度 满而不易 自己生活啊 很富裕 很有钱 但是呢 他很守礼节 很守法度 做事很谨慎 很节俭 这样呢 虽然 家资万贯呢 也不会啊 有被 这个 奢侈浪费啊 入不付出的 危险 高而不微 所以 长守贵也 满而不易 所以 长守 富也 所以你看呢 在经典之中啊 把领导干部如何 长久的 保持富贵地位 而不失的方法 全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如果领导干部 能够啊 深入群书制药 能够呢 接受圣贤教诲 相信呢 他们就不会啊 走上 郎当 入狱的 道路 所以 大学上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要想 治国 平天下呀 当好领导 干部 从哪里 做起呢 首先 从修身 来做起 那么 现在很多的领导呢 在上大学的时候啊 都是慷慨激昂的 要去反腐败 但是走上岗位之后啊 就不一样了 说 谁反腐败 我反谁 原因在哪里啊 就是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 不能够把持自己 觉得别人给我送钱 有什么不好啊 不劳而获 能够享乐 不是很好吗 所以把以前的那种态度啊 就完全改变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学习群书治药啊 修身 给我们的启发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再接着讲 爱民和用人 那么学生呢 初学 群书治药 深入不够 在讲座中啊 也定有很多 不足之处 希望各位老师 学长 不吝止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